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道雄工业指数可以从去年12月的低点一路的往上回到200日线 其实有一档股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引领这一波多头的反弹的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这两天股价表现最不理想的波音 波音在今年1月去年12月的时候股价是在292块 直到这一波股价的最高点大概就3月初的时候 它的股价涨到了446块 你看它涨的是多少了 那涨了这么大一段幅度 波音的这个股价446是创了历史新高了 那之后就出现了回落 那直到了这礼拜一跟礼拜二连续两天 这个股价的大幅波动 周一因为在上周末传出来就是一索皮亚航空一架 737 MAX 8型的波音的载体客机 这个失事的不幸的消息 这个大概有差不多160个人左右的机组员跟乘客罹难 这个很不幸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在周一美股开盘 波音的股价就大幅的下垂 那开盘的时候 一度是创下2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记录 可是收盘却是只有使得这个跌幅收敛到只有5%多 因为从开盘的365块 它居然收盘会回到400块钱美元一股的股价 出现了一个在技术面上面 我们称之为大红K棒的一个走势 但是毕竟它还是带了一个差不多5%下跌的一个跳空缺口 那周二因为传出了多家航空公司 加入了净飞的行列 因为在3月11号中国大陆的民航总局 最快的在全世界第一的拔头筹的这种速度之下 发布了公文 要求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去全面停飞 737 MAX系列的飞航之后 在12号也就是美股周二就传出来了多家的航空公司以及甚至有国家跟进 就是进飞 这个领空不能有737 MAX的机型飞过或是降落 那20多家的国际航空公司加入 20多个这个数字非常的大了 也是占了所有使用这个机型的航空公司 大概已经超过了80%以上了 大概可能接近到九成了 那当然就使得波音的股价再度的大幅下挫 那中场收盘了连两个交易日波音是跌掉了 这个11%那是11%的跌幅呢 是创下10年来最大的跌幅了 10年来最大 那第二个交易日是跌了这个6% 连续两个交易日跌掉11% 跌掉超过一成 那波音这么大的股本的公司 在美国股市这么一张重量级支柱型的公司呢 居然出现了这么大的跌势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MAX系列 其实波音未来最主要 这个交付最主要的机型 那波音在去年 它整体的营收达到了1100亿美元之上 它的盈余大概一个季度呢 都有25亿到30亿美元之多了 那它的营收可以讲说是创纪录 而且呢 它在去年 它的这个飞机的交付数量也创了历史的新高 达到806架 那同时呢 接到了将近900架的订单 那波音在手的订单 大概7000多架 那这7000多架里面呢 其中有5000架左右 是这个737 MAX机型 你就知道说呢 这737的MAX 是波音未来 这个10到20年 它交付这个飞机的主力了 那这一架飞机的造价 大概是1亿1000万美金左右 换言之呢 光是这个机型 它的在手订单的总金额 就高达5000亿美元之多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这个机型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那当然会对波音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但回过头来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 那现在波音经过这两天的大幅下跌 股价已经跌到了相对的 这个就是比去年的400多 今年这个最高价的446块 已经跌下来相当大的幅度了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进场呢 可以去买进波音的股票呢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 那短线上面可能还有更多的利空 可能会爆发 包括呢 如果真正确认 这两架飞机 就是伊索皮亚航空 以及先前五个月之前 同样的机型 就是印尼施航 这两起空难 最终调查呢 都导致 这个都指向是波音的 这个设计的问题的话 那波音可能后面还要背负的 庞大的 这个就是赔偿的责任 甚至呢 有航空公司呢 可能要砍掉他订单的这样的风险 这些都可能会是后续要爆出的利空 但是呢 我想最主要的利空呢 已经齐聚在这两天 甚至这三天会全部都出来 那短线上面 也许波音的股价还会再继续下跌 但是中长线我倒是觉得这家公司 经过这样子大幅 而且巨量的换手的交易情况之后呢 倒是中长线你可以注意 波音的投资的买点 因为毕竟这家航空公司 未来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尤其是全世界未来的航空市场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商机 据估计了 这未来20年 全世界的民用航空机 总需求量超过4万架 那可是波音一年 他能交付的飞机的总数呢 也不过不到1000架 那空中巴士 各位知道数量可能比波音还要少 就是他能交付的新机数量 比波音还要少 所以两家航空公司加起来 全世界最主要的 这两个主力的航空公司 加起来不到2000架 可是呢 总需求量是4万架 光是中国大陆 未来20年 他的航空客机的需求 就高达将近8000架 你就知道说呢 这个各国的航空公司呢 其实是没有其他下单的可能的 万言之 就只有空八跟波音这两家公司啊 可以这个取得他们一定的需求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波音的股价经过这样子的利空啊 大幅的这个波动之后呢 我倒是觉得中长线 各位可以去注意一下 波音可能的价值买点的浮现 当然短线上也许你还不急的进场 但中长线上面 毕竟这家公司有非常巨大的 这个发展潜力 尤其是他 这个在全球运筹帷幄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目前的营运成本的下降 以及他交机的速度 已经见到明显的改善 而且提升的情况 那交机的速度不用讲 他已经创下历史记录了 那他的营运成本 因为他全世界的供应商的运筹 所以呢 使得他的成本大幅下降 那这样子成本下降 以及交机速度的增加 对他的营收而言 营利而言 势必是一个很大的注意了 对他的营运成本